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了过去 敲定了在两个小时之后的一班飞机 可以直达北京 令到莫少爷放心了下来 蔣大哥 里面在谈什么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来啦 坐下啦 有些东西眼不见心不返 应众都很为难 我们过来这里的事 一而再再而三保问 但还有很多人在这里等他 今天也算少了 唉 这些人 整天都病急乱投医 蔣玉然虽然说得隐悔 但是莫少爷觉得这里没那么简单 一门之隔 天上人间 在房间里面 银康灵安稳地坐在沙发上 面色阴沉 但是比他面色更难看的 却是那个在餐厅外面遇到的何俊升 因为他这个时候就跪在地毯上面 无论银康灵怎么劝都不起身 何俊 你在尊门应该是有头有面的人物 你这样做我很为难的 起身说话啦 你的事我会考虑的 起身 起身啦 银康灵吃着雪茄 看着跪在眼前的何俊升 心里面的得意 亦依然表 但是这种得意 却不可以表现出来 虽然他叫何俊升起身 但他就没有一些 上前去拉一把何俊升的意思 任凭他在自己面前跪着 银康灵啊 你就帮兄弟一致啦 你说 什么条件 只要你一句话 我立即答应 绝无疑话 何俊升的臉都很坏地说 一个男人 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的话 谁会这么低三下世呢 男人好的是面子 何俊升在最有趣的时候 在进门也是有头有面的人物 但是现在 脱毛凤凰不如鸡 跟他关系好好的一个副市长被调查 何俊升刚好在国外考察 所以根本就不敢回国 直接就去了香港四季酒店被居啦 听到何俊升这么说 英康灵微笑着说 何老弟啊 不是我不帮你呢 而是这家没人敢帮你啊 你各位后台这家什么情况 你自己心里面很清楚 所以 这家谁要帮你的话 就等于引火烧身啊 那 那 应祖 你帮兄弟指发一条明路呢 明路 何老弟 你现在走的不是就是明路了吗 我知道 你老婆和儿子 早就已经移民了去人家 Canada那边 你 何不将你自己国内这些事情 都处理给其他人 那你就跟上去Canada 老婆和儿子那边 然后再加上你 就可以 进向天凌之乐了嘛 那多好啊 何俊升听到 一下就明白 英康灵感是什么意思了 那是要吃了自己啊 这个时候 讲价钱 自己的那些东西 还不是好像卖白菜那样卖吗 但是又一想 形势比人强 再过一段时间 或者连白菜价都卖不出了 有可能直接充公 热了 不知道你给兄弟什么价呢 何俊升即刻问 哎 你这样就误会了 我不是想接你的摊子 你如果想处理的话 我也可以帮你找下家 你们自己谈 我就不拆在中间 帮你们牵桥踏线了 再说啊 那去做牵桥踏线的人 都没多少 你自己心里面有数了 何俊升点了点头 英康宁就是想吃了自己 还不想被人说什么咸话 这个就是所谓的食相 就算好看 但自己那几十亿的资产 就这样忍心送给人家 好了 那就麻烦应总了 我考虑一下 没问题 你考虑好的话 给个消息给我 我这边帮你密释一下人选 密释一下下家 应康宁笑了笑说 莫小鱼和蔣玉然在走廊谈笑风生 开门 见到面色惨白的何俊升出了来 喜何总 不要抹人吧 面色这么差 蔣玉然就走上前问 何俊升很艰难地笑了一下 没再说其他东西 直接走向电梯 莫小鱼望了望何俊升 心想 哼 看这副架势死的心都有了 何俊升本身想着 是拜托他给自己 引见一下英康宁的靠山的 自己付出些代价都可以 但想不到 英康宁是想怎样吞了自己 他明白 靠山这件事也是欺缺之缘 怎可能和人家分享呢 小鱼 你先回房 我去找应总等下再找你 蔣玉然就说了 哦 那好吧 你先忙 莫小鱼回房 告诉郎坚白和雀爷知道 等一会就可以直接去机场 那个老师 雀爷 恐怕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回去了 英总在这边还有一些事要我帮忙 我都不好意思拒绝 这样你们先走 我过几天回去 啊 做什么 那就要我们这两个龙坑自己回去 雀爷就问了 英总派了两个保镖跟着你们 所以不用担心 莫小鱼看得出来 这次雀爷真是被人吓破了膽 狼坚白都是鎮定得多 你自己小心 差别人这么大一个人情 连累你来还这个人情 小鱼 辛苦你了 咳咳 老师啊 你说什么啊 都是我应该做的 这些都不是事 那不是事出有因吗 对了 你们先休息一会儿 等会儿我叫你们 等会儿我叫你们 好响啊 居然开得出口 要我帮他引荐阳书记 蔣玉然跟了英康林这么多年 其他不要说 对于自己这个老板 还是很了解的 笑了笑就问 咳咳 你答应了 若然 我有个想法 你看看行不行 我刚刚说给何俊兴听 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手里面的东西处理 情况最坏的话 就是做个大富翁 总比给国家充共 你觉得 现在成立一家公司去收购好 还是等到时将来法院处理的时候 我们再出手比较好呢 蔣玉然虽然表面平整 但心里早就明白了 老板心里早就已经打好了算盘 问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房子 有好有不好 如果我们现在接手的话 价格肯定不高 何俊兴这个人 他就算同意卖 都会争贵死我们 但是如果等到法院拍完的话 多时候争多欲少 莫公说不要抢了 就算被你抢到 都是猪头骨 这件事 你确实恶搞 蔣玉然答得无铃两可 你说得没错 但是何俊兴 恨我们 是不假的 其实他也应该明白 一旦单案下来 他就是到头内 什么都没得静的了 一个老老实实的黑车司机 既然是这样 那时不宜迟 现在就动手了 我猜 就算是现在 都有不少人在这儿盯着 想去收拾楼 都要有吃得下去的本事 如果不是 只能疼死 英康玲笑了笑 对了 刚才和莫先生的两位师傅 订了机票 我们派谁跟他们回去好呢 这件事 你自己安排就可以了 哦是呀 莫小鱼呢 不走了 他不走 我跟他已经谈好了 嗯 英康玲出力感绝了淡雪茄 望向窗外边 预报这两天有风暴 但风暴都还未到 已经是乌云压顶了 蔣玉然说得没错 看着何俊昇的人不少 所以自己想独吞这块肉 肯定会遭人道行 那是很不划算的事 生意场上 最忌讳的就是独吞 所以要摘这个果 还是要找足够的人来搭堤 哎 你说莫小鱼有没有钱呢 英康玲问蔣玉然 肯定有钱啊 啊不是啊 他在我们这里拿的钱 应该都花得七七八八的了 帮渡万山还了两千万 之后又买了一栋别墅 应该都抓干抓整的了 嗯 但是那两个老坑有钱 那是一定的了 所以呢 这件事你探一探莫小鱼的口风 看看他有没有兴趣加在一起 如果有兴趣的话 问他出多少钱 十万八万就算了 买过来都分不得到几个钱 应总 你的意思是 拉着莫小鱼进来 张玉然吓了一跳 利益 是捆绑一切人际关系最老口的成索 我要等莫小鱼 心甘情愿地为我所用 而不是因为我帮了他一个忙 他来还我人情 再大的人情 都有还得完的时候 嗯 还是利益来可靠 既然老板都敢说 我说了 自己还可以说什么呢 虽然他不知道何晋升有多少资产 但他明白了 这筆买卖和抢劫差不多 凡是参与的人 都会得到数十倍的回报 心里都恨恨的 欲言 我知道 你是一个淡薄命理的人 但是再淡薄也都要吃饭 也都要养家活口 所以你那份钱由公司出 算在你名下 欲言总 不是很合适 蔣玉言虽然心里高兴 但是文人的清高 还是令到他有些措手不及 好了 就这样定了 你这个公司由你来筹划 我联系想参与的人 而莫小鱼那边 就要由你来负责了 英康宁讲完 就起身去了睡房休息了 蔣玉言这个人 很懂得做人 为了表示对莫小鱼的重视 一定要一起送郎兼伯和爵爷去机场 而且一直安排好两个人登机起飞之后 才跟莫小鱼一起花酒店 莫小鱼还是住在郎兼伯和爵爷 刚刚休息的那间房 但蔣玉言却是跟进去 好像有事情要说 但还是不太好意思开口 这个就是他的本性 虽然有对财富的欲望 但心就没那么黑 这一点和英康宁有天仰之别 讲到底 他只不过是一个打工 心没那么大 蔣大哥找我有事吗 莫小鱼被蔣玉言泡了杯茶 就问了 其实有些事 应想吩咐的 不过 怎么说好呢 莫小鱼心想 哼 这个英康宁也太厉害了吧 刚刚送了郎兼伯和爵爷 马上就要我还张了 祖大哥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有事你就直接说 兄弟只要可以做得到 不会说第二句 那好 那我就照直说了 行不行 你自己想吧 何总和英总谈了一下 想要把自己国内的公司处理了他 不回去了 英总看在 大家都是同乡 唯有帮忙 他打算新开一个公司接手 你有没有兴趣 对 哈哈 唉 好啊 不知道我要出多少钱呢 莫小鱼的爽快 令到蔣玉然有点错恶 难道是自己太过嬌情 最后商定 莫小鱼在这间新公司 投资五百万 这个已经令到蔣玉然 吓了一跳 这条英俊 哪里来这么多钱啊 看来自己还是低估了他 看来自从那五毛预济完保之后 这条小鱼肯定都不得闲 又闲的茶餐厅里面 没有了那两条老坑的麻烦 莫小如捨意地享受着晚间的宁静 只不过其他人看的是报纸 去看的却是地图 手里面这份地图 是香港最新版的 这个也是白鹿教他 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一定要买一份 当地最新版的地图 否则如果真的要走路的时候 免得走入挖头行 那就真是要命了 晚上的香港 是个典型的不夜城 尤其是各种夜店 灯红酒绿 男男女女好热闹 路过一间夜店门前 还没等到自己回过神 店里面就冲出来一个人 一夜就抱着他 后面还跟着三个男人 意头将他拔回去 但这个女人喝的确实是差不多 可能还保持着一丝清醒 死猛抱着莫小如就是不放手 而后面的人已经开始在拘捕他 借着门口的灯锅 莫小如一看 咦? 居然是昨天 这个时候 陈婉营已经被两个人拖住 马上就要拖回夜店 莫小如揽了脖 一眼拉着陈婉营的手 眼前的情况告诉他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看来陈婉营喝多了 如果落在这班人的手里面 后果难了 喂 大陆仔 不要多估男孩事 劈你 其中一个很恶地挖着莫小如说 而且挖起了自己的衣服 腰里插着刀 死开了 有刀很够 来插我吧 松手 莫小如就喝了 这个时候 陈婉营在挣扎 出力地靠向莫小如 看得出来 他的意识还是有点清醒 只不过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且面色匪虹 不知道是喝多了 还是被人下了药呢 一个老老实实的黑车司机 莫小如的威胁 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一句还笑 就在拉扯之间 其中一个人 还真的拔出刀 向着莫小如的颗子抹过去 他一边紧紧地拉着陈婉营的手 一边側面避过这一刀 但在这个时候 他意识到这些人不是开玩笑的 必须要触战触 再拖拉可能就会来更多的人 所以当他再次直起身的时候 抬腿就是一脚 出力地撑在拉着陈婉营的人的膝头 出手就是杀招 还未等其他人反映过来 那人因为膝头痛 松开了陈婉营 或者是因为现场太乱 如果再安静一点 应该可以听到对方骨折的声 膝头那里的结构太复杂 这人这一生不逼也算去幸运 这个时候 陈婉营虽然出力地拿着莫小鱼的手 但已经是脚步凉枪 跑不动了 好在这个时候 莫小鱼已经完全控制了陈婉营的身体 入幻要将他担在肩头上 向着旁边的小巷就跑过去 但门口这个时候 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见到莫小鱼担着人走 这个是大哥今晚要的人 怎么可以被人劫走了 所以全部都跟在后面 出力地追 放我下来啊 放我下来啊 好辛苦啊 这样好辛苦啊 这个时候 陈婉营在莫小鱼的肩头 躺下躺下躺下躺到五臟六腑都歪了 不停地在拍莫小鱼的背脊 虽然力度很小 和踏骨差不多 莫小鱼还是想停下来换个姿势 但是后面十几个人拿着斬刀追着他 他担住他已经够重了 哪里敢停下 莫小鱼一直都在接的士 但是那些的士看到他被这么多人追 谁敢停下来接他 自己还要在香港搞的 哪里敢得罪黑社会 好呀 虽然一直在研究香港的地图 但事实证明 你研究得再透次 依然是比不过那些本地人的 莫小鱼很快就被人塞在一条小鱼里面 而且两头都被人塞住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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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喊! Jak4若 鱼长小鱼 etme! 你这帮生还可以 带不住个人还跑得那么快 如何? 不走了! 莫小鱼才刚cept ? 莫小鱼才在站好 一个累得上戏ấp 12 embar постав 보세요 deficit에서 aktion 拿着刀动在地上 莫小鱼一看 黑社会不断断着 ан鱼经打电话真不用来 i 確實來說是不將這群人全部都堆壞都走不到 條巷仔好窄 一齊上都不可能 但是前後都被人塞住 至少可以兩面夾擊自己 但是自己身上還有個陳婉營 而且這個時候陳婉營的面色就更加紅 噴出來的氣都是熱的 雖然有淡淡的酒氣 但不是那麼濃烈 莫小魚就奇怪 陳婉營是個律師應該很謹慎 怎麼可能在夜店被人下了藥價 我不想殺人 但是把我逼得急了 你們這些人一個都走不掉 嘩 香港還說是一個港發節的地方 想不到這麼亂 早知道就不來了 莫小魚在這裡自言自語 然後把陳婉營在自己肩膀射下來 將他放在牆上 但是自己手裡面沒有任何的武器 對方手裡面不是刀債棍 莫小魚是赤手空拳的 抬頭向二樓望了望 發現窗台下有浪衫架 兩邊是三角鐵固定在牆上 中間有鐵絲連著 是用來掛衣 陳婉營蹦著的牆角 正好是一戶人家的窗台下 所以莫小魚安頓好陳婉營之後 原地就約起 踩著一樓的窗台 借助窗台的力量 連續跳躍 身手勾著二樓窗台浪衫架 在那班人都還沒回過神的時候 浪衫架被他硬拆下來 看上去只是一件很適合的武器 可以當雙折棍洗了 來啦 誰先上來 還是一起上 莫小魚向前走出一步 都還沒走出第二步 居然被陳婉營一下抱著腳 弄到他動都動不到 你不可以走 不可以走的 這個時候 陳婉營已經陷入了迷幻狀態 不單只抱著莫小魚的腳 居然好像一隻猴子一樣 握著莫小魚的腳慢慢坐起來 完全不顧這裡是哪裡 也不顧對手是誰 一隻手就伸向莫小魚的腰帶 喂喂喂喂 等一會了 等一會了 屌 你們給他吃了些什麼呀 哼 吃了什麼呀 哈哈哈哈 等人你就知道了 看看他的眼睛 是不是飄了火呢 哈哈 不要緊的 等一會把你剁碎了餵狗 我就會幫他卸火的了 哈哈哈哈 剛才跟莫小魚講話的人 現在終於不再喘氣了 但是望向莫小魚的眼神充滿了殺機 如果不是一時疏忽 這個時候 這條女人早就上了大哥的床了 想不到 被這條小魚破壞了 幸好這條八婆喝了大哥在泰國毛衣那裡 花了大錢買回來的催情藥 只要是跟第一個男人上了床 你小子都不用再離開這個男人了 按照那個大毛衣的說法 打都打不走 超聽話 莫小魚這個時候反而是鎮定了下來 入患要把陳婉營在自己身上撥開 化手圍刀 一下就刮到他的頸那裡 陳婉營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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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不再糾纏莫小魚了 這個時候 那個帶頭的人 看到莫小魚落手乾脆里落 好像吃過夜粥似的樣子 而且剛剛徒手擦下二樓浪三架的一幕 已經令到這傢伙很忌憚了 咦 我想 不管生死 把那條女人給我搶回來 說完 這傢伙向後退了幾步 身後的馬仔開始圍上來 因為巷盜合責 所以基本就是每次四個人上前攻擊 兩個方向一邊一個 而且趁著攻擊莫小魚的功夫 後面那些人蹲下身 想著去扯陳婉營 打仗不是目的 目的是把陳婉營帶走 因為時間緊迫 莫小魚沒有時間跟這幫人在耗力 好怕有更多的人過來 所以出手全部都是殺招 一副三角鐵的浪三架 被她舞到水舌不通 霏霏霏露 但凡被這件事接近的人 全部都是腦袋開花 接著就是一聲慘叫 往往是莫小魚 在同一個方向的敵人對打的時候 後面的人趁機偷襲 但是等到莫小魚 將對面的敵人擊退 反手將三角鐵向身後扔出去的時候 不是扔到面就是打到眼 不橫就是頭破血流 三分鐘不到 十個人就倒在行仔裡面 這個時候就剩下那個大頭的人 拿著斬刀站在行仔那裡 他這個時候還沒想到要走 莫小魚都不讓他思索的時間 手裡面的三角鐵 一聲就扔了過去 在他轉身抱頭鼠處的時候 舊三角鐵已經扔在他背部了 不停地立刻 會不會覺得他不敵人 聯絡店 結束了 不敵人 由阿翁 lui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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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